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灯小组的Azper Lim 在还没有待外展之前呢,我是通过祷告 after神给我看到那个异象跟那一个人的名字 之后我就打电话邀约他 我真的意想不到祂竟然这么快地答应我 那时的心情是开心极了整天都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好 当第一天祂来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而就信主了 当我的配信主后呢,我们就开始跟祂讲小组的重要性 after祂就很快地也进入跟我们在一起 每一个星期五的那个线上小组了 祂也告诉我今年的12月祂要洗礼了 所以永远回给祂 哈喽,我姓吴,名叫伊莲 我是来自信心小组 其实呢,我还没被邀请的时候 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心 要来学习神的话语 当Jenny姐妹邀请我的时候 我感到很荣幸 因为被邀请来参加外展小组 我可以学习到神的话语 也可以学习到基督徒的生活 我会尽我的能力邀请人来参加外展小组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学习到神的话语 同时呢,也可以得到神的救恩 什么是伊莲岛外展呢? 伊莲岛外展是联系八周的传福音步道策略 在这八周呢,我们全教会会一同的传福音 并一同带领人信主 伊莲岛外展前三周是一备周 过后的五周就是开放周了 那么伊莲岛外展是要为五周的开放周做一备 受装备 并了解开放周所需要做的事情 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这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开始邀请BASS 就是新人出席这五周的开放周 那么接下来的五周开放周呢 我们会借着呢,五周的步道信息呢 来到呢,对着BASS 信人呢,对于他们反思生命 和真正的幸福 快乐,快乐,喜乐,平安的人生是什么了 所以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要一起的传福音吗 带领人信主吗 让我们一同的,同心合一 来到呢,借着耶稣基督所托福的大使命前进吧 都放下来到网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